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野生动物利用可能这个规定要更加严格和明确 利用上面对于合法和非法要画一个更加明确的界限 让所有人都了解 而且容易实施 在患者医疗费用保障方面 我们明确了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在基本保险 打病保险 医疗纠咒等按规定支付后 财政斗底 对个人的部分有财政来负担 中央财政不足60% 对于一次的患者的治疗费用 按规定支付后 由他的就医地来制定补助政策 并安排资金 中央财政捉情给予补助 截至到3月2号 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资金 已经达到1087.5亿元 现在看来 医疗费用的保障是比较充足的 人民群众不会因为医疗费用问题而延误救治 Adele 他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 把自己投入到这样一个抗疫的洪流中间 作为一名战士和作为一名军人 作为一名医生 作为一名军医 那么应该说是无上光荣 因为你未来更好地对病人拿出一个治疗的方案 而是更具体地了解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 那是必须第一次要掌握资料 实时要掌握病人的一些变化 不论你这个专家是大还是小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落到地 我说落地就是可以实施 可以指导医生防控 可以救治患者 可以指导老百姓防控 那你才是真正的大专家 病人的笑容 病人出院 都是我们忘却疲惫最好的一个药物 你老辈子 喝一瓶子 好 喝个手了 找一个家库 找一个土医院 一二三 下游儿 用弓站测症 但是 Hilla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